上海目前有19条地铁运营线路 400多座地铁站 通过这个总理乘数全世界第一的地下交通网络 出行拥有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继续探访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系 第一站先去陆家嘴看看 现在我要去找我今天的第一位推荐人 王老师说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陆家嘴 不仅有大家熟悉的金融城 也有原汁原味的居民社区 而这次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系 就是要把公共艺术植入传统的陆家嘴社区 没想到眼前的这座L型大楼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 这个大楼它是80年代晚期 90年代初的时候盖的 当年是普通那个最高的一层住宅的高层建筑 在陆家嘴三件套的眼影下 眼前的东昌大楼有着强烈的历史时代感 会有什么样的艺术展藏身其中呢 东昌大楼里面七楼有一个楼道美术馆 这个居民楼的楼道里面有美术馆 这个展览就在这个 就这个海报 展览的名称叫廖望堂沙下 这栋楼当年是普通第一个是消防队的廖望堂 我们这次展览等于是把这个楼的记忆给复活了 我们上楼去看一下 好好好 好吗 在楼道里看展 这个体验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遭 我们到这里就是到了那个七楼 我们的展览就是借用了一个楼道 楼道 对 做成了一个展览 楼道美术馆的展规不大 却五脏俱全 通过模型 照片 视频等方式 展示了陆家嘴周边的变迁 而正对电梯口的一座模型 特别引人注目 这就是我们东昌廖望堂当年的 有了那个样子 对 然后呢当时呢 有一个那个消防队战士 他是喜欢文艺的 喜欢摄影 然后呢他拍了点照片 其中呢有这两张照片 所以呢我们呢找了一个做建筑模型的一个朋友 说用两张老照片能够能把它还原成一个建筑模型 前后呢修改了六次 对 然后就做成了这模型 用两张老照片就能复原出一个建筑模型 背后所耗费的心力可想而知 而王老师告诉我 之所以一定要把楼道展办在东昌大楼的七楼 也有它特殊的原因 为什么要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窗口对面 就是这个建筑就在这个窗口那个地方 大路对面那个 对 大路对面那个 大路对面那个 对啊对啊 所以等于是呢这个模型一放呢 等于把对面已经炸掉的感觉到机油给活起来 一下子好像活灵活现了 每个窗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览的素材 对吧 所以这个展览有一个特殊性 它展览是在这个楼道里面 但是它把外景全部拉入到展览空间里面 变成一个展览的素材 对这个不可复制的 把楼道里的窗户都做成了展板 窗外飞速变化的陆家嘴 与楼道里定格的照片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这些照片的提供者几乎都写着同一个名字 赵解平 整个这个美术馆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 东昌消防瞭望塔来展开的 为什么您对这个建筑有这么深的感情 拍了这么多关于它的照片 当时我呢是在东昌消防队的 料望班大战室 那么 您就在这里工作 对对对 我们就住在这个料望平台的七楼 哦 下面一层 上面的八楼呢就是可以看到这边了 在1986年之前它也是比较高的 整个普通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建筑 八层就最高了 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这个建筑的有24米它可以看到 那样边的一些情况 那个时候打电话有不像有现在有什么 没有那么方便 都是公用电话 尤其是在晚上 一旦出现火情立刻从这个料望塔就能看到 哪里着火冒烟了 与如今632米的上海中心相比 只有24米高的东昌料望塔 在当时已经是路加嘴地区的最高建筑了 这个曾经的路加嘴高度 承载了浦东开发的时代记忆 也见证了赵解平的青春岁月 那个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 开始有相机有什么开始推出来 我用了两年多的积蓄 两年多的积蓄 买了一家海鸥205的 买了相机之后 战士们每到休息的时候 家属来看他们的时候 就你给我拍一拍 我的对象来了 我的爸爸来了 把当时的一些历史就这样记录下来 而随着上海开发开放的进程 消防料望的功能 最终被火警电话所取代 东昌料望塔的使命 也在1999年划向了据点 我复原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就说浦东要开发了呢 我又加入这个浦东开发的队伍 其中我就选择了路加嘴集团 虽然离开了 但是有机会又回到路加嘴 因为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 对对对 但是猜到这个的时候 心情不一样 它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 整个普通的一个记忆 很有怀念的情感 所以我在7月份的时候呢 就花了666块钱 就是来了一台摄像机 就是为了要拍 对对对 东昌消防料望塔被爆破拆除过程 专门花6000块钱买的摄像机 这个摄像机现在还在 哇 现在还可以用 DV机中的实况画面 如今依旧震撼 东昌亮望塔的拆除 在当时代表了一个时代步伐的跨越 那一声巨响 仿佛浓缩了 普通开发开放的光阴仍然 离开了东昌大楼 王老师带着我继续探访 那我们现在到那个浦城 这里呢一个口袋公园 是他们规划的 这里呢有个特点城市里面 老社区啊 为了让它亮一点 开始就进行那个墙会 这是呢是专业的 要爬上去画的 那么完成这幅作品呢 就觉得呢 不过瘾在哪里呢 就市民没法参与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 就一直在想 怎么样有一堵墙 是让市民可以一起参与的 所以在今年呢 这里呢就是我们呢 完成了一堵墙 这堵墙呢是矮墙 有一百米 矮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胡思啊 各位轮廓线啊 都可以市民可以一起参与 一起分享 然后呢这个是东昌新村的围墙 东昌新村的还有一个 网红停车棚 刚参观文楼道 转身就要去停车棚 看来陆家嘴社区的艺术空间 都深植在生活的核心区 这个就是东昌新村新闻停车棚 像个公园一样 那里看得出是个停车棚 然后呢就是花了墙汇 居民自己提了个字 叫新闻停车棚 而且这个就是在三间套正下报 然后呢 就像布景一样的 对 挂在后面 顶上的陆家嘴三间套 与十分接地气的停车棚 相应程序 在这个大布景下的车棚空间里 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哇 今年中央上海大学博物馆 有三星这个展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博物馆 放到社区去呢 车棚里面怎么做 设计 有两个要点 一呢不老名 二呢要有帮助当地的居民 灯箱一打开呢 那整个车棚就变成很通量 跟外面都讲 我们东昌陆家嘴 东昌新村 我们现在有一个三星堆 你们有啊 王老师曾经说过 整个陆家嘴的高度 我们是拔幅高的 但是东昌里面的文化气息 能不能拔高 要看我们居民 所以他们后来 东昌的感觉就是 要维护好它 曹书记告诉我 新梦停车棚的三星堆展 在今年一月正式开幕 经过十个月的展览 车棚内的环境 依然保持着 刚开幕时的整洁有序 这背后有着大家的认可 更有一支居民们 自发组建起来的 志愿者服务队 在默默奉献 在这群平均年龄 68岁的志愿者队伍中 还有一位77岁高龄的 车棚义务讲解员 为附近的居民 和来参观的观众 讲解三星堆文化 我了解了这个 史串 这个报告给的内容 同时上海 上海的 上海的 都报告内容 把这个内容 做了以后 跟东坯这个内容 讲起来 那刚讲的话 更感觉地气 居民更感觉要听 对我感觉 我还会是历史 我们这个还真好 一个对亚本人 一种气味 是我的生活 就有趣 这次2021上海城市 空间艺术记 更关注居民们 15分钟 社区生活圈的建设 而在生活圈中 有了艺术氛围的熏陶 也离不开 体育健身的需求 欢迎来到 火力102 那么在过去呢 我们这一片地方 是一个像这样 这样的一个 拆尾所建的一个地方 历经几年的时间 多次遵循知名的意见 占成这样的一个 多元化体育绿地公园 最受欢迎的 就是现在这个儿童区 小朋友玩的地方 小朋友玩的地方 因为这里都是老小区 停车场都困难 对的 更不要提小朋友 玩的地方 那老人有的时候 需要带娃过来 老人要运动 那这是一个 复合性满足的 一个六娃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是我们 小陆家嘴 唯一一个篮球场 所以在这个 寸土寸金的 这样一个老旧社区 嵌入是一个 现代化的一个体育公园 结合了陆家嘴四大文体特色而建的 那么有射箭 还有国际象棋的图书馆 在社区里还能射箭 这样的体验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那我所在的地方是射箭教室 是浦东射箭协会 落于我们这里的一个 社区的一个点位 射箭呢 因为是在浦东呢 每年的世界杯都在浦东 所以这里就是作为一个 这个射箭的一个点 来我们面向大众进行的推广 除了平常的这个 附近的居民啊 或者说是设计爱好者过来以外 我们还存在着这个 培训青少年的这样一个任务 那我能试试吗 我给您介绍 垫起来 非常好 第三步搜索了 对 很好 再 好 十环 除了有世界级的射箭比赛论坛加入 张老师告诉我 小楼的一楼 开有着一座全国首家国际象棋主题的图书馆 铭红图书馆呢 它是陆家嘴四大问题特色之一 这是中国的 可以说也是世界第一家的一大师命名的国际象棋主题图书馆 目前就有4300多本创书了 让大家可以公开介绍 楼道美术馆 车棚展览馆 活力102 陆家嘴社区植入一个个小点 把整个街区连线成片 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息 也把陆家嘴的历史与现实 摩登与朴素完美融合 告别陆家嘴社区继续上路 接下来 我要一路往东 寻找我的第二位推荐人 那您今天准备带我去看什么地方 我们今天到的是我们惠南镇海省村也是我们今年的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一个春会堂 相信你肯定是第一次从一个地铁到达一个村庄 对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个地铁区下了之后直接就进村了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次我们会把村落里的一些场景会直接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就呈现出来 哦 这上面画的就是海省村里面各种盛事啊活动啊 是的 是的 我真想不到一个乡村里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穿过地铁出口眼前就是海省村的入口 我们现在走在的地方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步行桥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出口呢跟乡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连通 另外呢我们也觉得作为一个这么有特色的城市轨道交通啊 到达村里这么一个典型的场景 其实是非常代表了我们上海的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 已经覆盖到了我们郊区的这个乡村呢 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景象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有意识地把桥面呢微微地从宽到窄 微微地又做了一个弧形 这样一个做法呢其实是也有时意识让人的这个心情呢 从一个城市的地铁空间慢慢地穿过一个拱桥之后呢 一下子面朝田野一下子空间视线上开过来 廊桥的宽窄变化前一末画中卸下了都市的压力 随着视线慢慢打开 整个村子映入了眼帘 右侧的一片稻田吸引了我的注意 看到这个稻田里面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这是我们的一个五彩水稻的一个区域 它的本身呈现出来的自然的色彩是不同的 所以你看到这稻田本身的这个色彩 哇 太震撼了 王老师告诉我 稻田作为农业生产的典型场景 除了有视觉的欣赏 也能零距离体验 把艺术装置延伸进稻田 两侧的麦穗随风起伏 阳光也映下 割道本身也成了一种行为的艺术 哇 这是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的看到收割水稻 而且你看这样一个收割的季节 水稻被收获之后 它在空气里散发出来一种自然的香气 是在城市里觉得感受不到的 此刻空气中满是收获的味道 眼前的心情耕作 远处的欢乐悠闲 这儿的艺术季呈现出一种 截然不同的原生态 而王老师告诉我 稻田里的巨幅海报背后 还别有巧思 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个是利用了我们的战道呢 做了一个稻田的长廊 正好呢我们的把我们的乡村 这次空间艺术季的很多摄影的 摄影展的那些 对 摄影作品 我们就在这组成了一个 室内的一个展廊 整个的这个长廊里边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材料的变化 我们也希望用这样一个 镜面的反射材料 镜面不锈钢的材料 来呈现我们大壁景观的这个场景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一个水平性的景观呢 对 会有一个反射的一个影响 稻田中的影像展 凝固了村子里的生活瞬间 而这个装置本身 也是一个巨幅的镜面作品 记录着正在发生的乡村变化 下面我们可以到这个 我们这次空间艺术季的主会场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是根据 利用了一个大棚的空间 文石大棚像一个 来改造的 就是说艺术季结束之后 这立刻就恢复 还原成这个文石 对 原来这个大棚呢 它作物就是我们海省村 最著名的八四二次西瓜 七八月份 最后一茬西瓜收获之后呢 它有这么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所以刚好呢 我们利用了这个大棚的这个 闲适的间隙 我们看到这里的土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地面 下面就是我们自然的土壤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 对于空间艺术季 对于大棚空间的符合利用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不能对耕地 有任何的破坏和硬化 所以您看到 我们自然的土壤 都是在这里都可以摸得到 告别王老师 我又回到了地铁口的驿站 来到了以骑行为特点的海省 一定要体验乡村慢行的魅力 这里是可以借自行车骑吗 对 这里是海省村的骑行驿站 可以自己来借车 我们这里有15公里的骑行路线 可以在我们的海省村啊 桥北村啊 这些环线里面骑 平常来这里借车人多吗 晴朗的时候人特别多 然后也有专业的一些骑行的发烧友 我会骑自己的车来这边 今天有吗 瞧今天正好有位小姐姐 过来村里面来骑行 原来来这儿骑行的 不光有何家亲子的游客 也有专业打扮的骑行爱好者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请问你今天是 特意来这里骑车的吗 对我今天我是过来骑车的 然后我正好约了一个 本地的朋友 说出来可能吓你一条 他是自行车的奥运冠军中天使 他是当地人 然后他说他今天要带我 骑一下这边的路线 没想到还能偶遇奥运冠军 今天的探访真是太幸运了 你好你好你好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看来奥运冠军不必激动 我们是电视台的下一站 其实你就是本地人对吧 对我就土生土壮的 汇南镇海省村 对 那这个新开设的骑行线路 你以前起过吗 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回来之后我骑了一次 感受了一次这个骑行道路 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好 那我们也一起骑一骑 稍作准备之后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与中天使 一起体验骑行的乐趣了 气到中途天色有变 金黄色的稻田 蒙上了一层细细的沙物 我们决定先在路边避一避雨 天使你小时候就会在这里骑车吗 对 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骑自行车了 那那个时候骑车和现在骑车 肯定有很大变化 那变化非常大了 你看现在我们村里面都是 这种柏油马路 非常的平整 非常宽敞了 但小时候可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 那小时候都是石头 都是石头路 就像我们当地本地话说的 刚作路 那小时候是怎么开始接触到自行车的 和大家小时候学自行车一样 家里带着我去学车 当时他们可能就后面拔了一下 一推我 我就会走了 而且小时候觉得骑自行车 能在马路上 这种骑着非常自由 非常开心 所以那时候就非常享受 骑自行车那种带来的感觉 带来的乐趣 你觉得骑车 对于爱好骑行的人来说 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快乐的难度 很多爱好者 都把骑行当成一个比较健康 比较环保的一个健身方式 到周末 可以带着一辆车 到我们海省村来放松 调解这么紧张压力的心情 聊着聊着雨停了 中天使带着我们继续上路 她说海省村这些年的变化非常快 就连她家门口也不一样了 每隔一年半载的回家团圆 村里的变化 都会让中天使觉得面貌异新 而作为土生土长的海省村民 中妈妈的感受更为深刻 美国思想都 以后看了我们的灵灵 我们特别人家 刚刚刚的灵灵 你总体是迷失了 也没能起得了 她说应该是要的门 那么城里像个美国 应该你去区区呢 是一个 有佛业 没路吗 就是在行的 然后应该你刚刚 给他黑省思想好 被誉为网红冠军村的海省 为了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新乡村 不仅有美丽的稻田景观 也打造了回味乡愁的十二工坊系列 记忆海省就是其中一个风貌节点 我们整个记忆海省 一个是作为飞移传统的老部工作室 陈列的这些 一部分就是我们当地村民自己手工作的 我出了设计 很时尚 因为老部是完完全全手工制作 它从采棉花到纺线 总共要经过72道工区 但我们传统观念里 它只能做旗袍和大褂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作为一个 手工高级定制面料 用传统的面料来做 现代时尚的衣服 传统物件的再次创新 也辐射了村里的经济 在工坊一角 就有一位正在缝制配件的村民 您在这边工作 平常就是缝一些这种配件是吗 对 配件 足摸的 可能一块块拼起来 拼起来怎么可能足摸 很开心的 很开心的 是不是收入也比以前多了 对对对 阿拉丁是很好的 而像华小姐这样 在海省创业发展的年轻人 还有很多 我们是书院的 他12岁就开始喜欢做甜品了 我就说等大学毕业 你干脆看一下甜品店吧 好了 本地村民也有 然后上海市民过来也有的 他们坐的地铁 16号行过来 交通挺方便的 他们说 让他在生活当中体验一下 到底学习艰苦 还是工作艰苦 对吧 还是读书开心 我们都是来自于市区的 然后有普通新区的 黄埔的 普新店店都有 那么大家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 到这边来一起 为这个乡村的振兴做一点事情 这些年海省村的变化 不但吸引了城里来的创客 原本往外跑的村民 也愿意留下来 家乡真的变化太大了 因为我是外面是飘演过海外 又回来了 所以你想回到家乡之后 也继续把那种传统菜肴传承下去 对对 这里也不光吃饭 也是体现我们不同传统 隐私文化 海省村年轻人的回归 空间的盘活 整体活力的焕发 都是上海乡村风貌的缩影 这背后也有着一个新兴职业 乡村运营师的努力 乡村运营师主要是把乡村闲着资源 比如说人房地 给它更好地提升它的价值 那么提升价值其实就是盘活了 我们可以根据村庄的一个现状 开发出符合它的一个运作模式 可以打造成办公 用房 餐饮 营宿等等 比方说现在我们所在什么的三窗空间 实际上三窗空间的全身是一个废弃的仓库场 都是利用现的房子进行修缮 改善 就是提升它的一些运营当中的一些功能 它就完全成为年轻人在村喜欢来打卡 喜欢来到这边来坐下喝杯咖啡的最佳场所 所以我们也去斯洛庚叫搭着地铁来寻闷 创闷 圆闷 与闹市中的样本社区不同 海省村的15分钟生活圈围绕原住民 新村民 外来游客 三种不同人群展开 它们合而不同又相辅相成 如何做好乡村版15分钟生活圈 也是惠南镇海省村正在探索的方向 其实我们惠南镇海省村是第一个提出打造农村版的15分钟生活服务圈 那么农村版和城市版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通过城市空间艺术季让我们的老百姓不出厢城也能感受这种艺术的成果 另外一个我在想也要通过这些活动让城市的游客来我们乡村 享受这种低碳健康的生活 体验不一样的互相生活 所以原先我们那些到城市去工作的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地回来 为什么他们看到了乡村振兴以后看到了机会 所以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就是家乡建设的越好越美丽 然后每一个人才愿意留在自己家继续建设自己家 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甚至也体现老百姓 在乡村的老百姓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陆家嘴社区惠南镇海省村 同样的15分钟生活圈展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面貌 城市中的记忆交织乡村里的文化碰撞 下一站又会有怎样的15分钟生活圈等着我呢